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些经比如说阿弥陀佛 阿弥陀经啊 或者因为网上呢 现在就有法华这个金刚经的白话讲义 就是我讲的 你可以如果有时间可以 这是大切经典里面比较重要的经典 最重要的经典 但是一般这个初恋 就是你们回去身边的学佛的人 他们可能会修念阿弥陀经 因为他们修净土法嘛 就是一般念初恋呢 念阿弥陀佛的人比较多 就念一个佛号 走着坐着就念这一个佛号 他念这个佛号的目的是 将来他们死了以后 他就能够跋涉到这个极乐世界 就像这个就是极乐世界的图 就是那个世界有一个佛叫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世界的佛叫释迦牟尼佛 就每一个世界有一宗佛 我们现在人这个世界叫 娑婆世界这个佛叫释迦牟尼佛 你现在拜师学习的是释迦牟尼佛的东西 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就是他传播的东西 就是佛法 就我们这个世界的佛吧 是释迦牟尼佛 也是一种佛 你在看西游记里边说 我们去西天 说如来佛祖 指的是释迦牟尼佛 但是这个阿弥陀佛是另一个世界 就是外太空的另一个外太空的宇宙佛 但是很多人念他的名号 念他的名号有什么 他这个世界非常好非常漂亮 而且去了只有快乐没有烦恼 就很多人死了以后就想移民 就不想在我们这个世界待了 就想等于说你要移民到美国 现在是你要从这个世界移民到他那个世界 就能念他的名号 你要想去他那个世界 你就得临死的时候也会记起 记住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或者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和阿弥陀佛都是在这个世界的 你看这张图中间的就是阿弥陀佛 这边那是观世音菩萨 那边叫大狮子菩萨 大狮子菩萨和观世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两个助手 就是就是 就是 那阿弥陀佛的观世音菩萨呢 给我们你就很熟 你就去寺院看公子观音像阿弥陀佛 他们经常来我们这个世界介于众生 就是如果你愿意去他就带你走 但是你要慰念他们的名字 你要记住他们的名字 就是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这是最低的了 最低要求你要记住他们的名字 他们才会观音 去这个世界呢 就下一生你就不在我们这个世界了 就投胎到那个世界 就让那个世界比较幸福 比较快乐 没有烦恼 就是这样 所以处理很多老奶奶老大 或者是到了快七八十岁的 就是他们都会念这个名号 希望就是假如说死了以后呢 不要落回在动物道啊 是落回在我们这个世界 还可能会钓地狱啊 钓畜生啊 畜生就是做了鱼啊 做了牛啊 被伤 他们就很怕 他就是要移民到这个世界 那一个人说那年起了 帮他超渡 那些是不是就 如果是人死了 我们去超渡 但是你要懂怎么超渡 比如四月里他有法事 四月里做法事的时候 他有很多出家人给虐经 他超渡有两种 一种是呢 比如说你这个人 他又做了很多坏事 坏事的果熟了的时候 就会掉三个道 就是地狱出生恶鬼 掉在这三个道的话 就比较苦 那么如果是超渡的人 在他四十九天 终于生的时候 或者是 或者是他已经投胎了 为他超渡的话 那就是祝福了 因为他已经投胎了 如果没有投胎 以前为他超渡 可能会提升他的生命等级 就他能够剁二道 可能不剁了 可能转投胎道 更好一点 比如人道好一点 还有天人道 还有修罗道 这三个道叫三善道 就是比较 比较有点 就像我们比畜生 比动物舒服一点 就是这样好一点 就超渡也是能够提升一下 还有呢 有的层次高一点的 可以把这些超渡到极乐世界 就超渡到另一个世界 但是这些都要求超渡的人 有很高的能力 有时候我们的能力不够 就起不到座 但是也能有时候 就说比如在超渡台 他们做的话 就是借助 借助一些厂 就是超渡台 我们本身上面 你看做了金字塔形的东西 有很多的厂在里面 比如说 假如你的爷爷的爷爷 可能死了 那爷爷的爷爷死了 你想给你爷爷的爷爷超渡 或者是过世的超渡 他们可能已经投胎了 知道吧 那他可能投胎到任一道 因为佛有六道嘛 那他投胎了 你怎么超渡他呢 那你就 其实你在做的时候 其实已经跟他 不断的给他祝福 祈福叫 祈福啊 对 那就不叫超渡了 叫祈福 祈福呢 比如这个 假如说 你爷爷的爷爷 投胎做了一个羊 那他今年年底会被杀掉 人家杀牙吃肉的时候 就把他杀了 杀了 但是你在这边 不断的给他做祈福的话 他可能就脱离羊道 他就不再作养了 因为可能他今年被杀了 明年他又作养了 又投胎了 是吧 但是你这边被他祈福的话 他可能就 未来就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归宿 很可能 看你的 就是 成心的 就是成不成了 去为他 帮他做 还有如果是说 你刚死的亲人 你还没 还没 没投胎 还在中阴境界 叫刚死49节之内 叫中阴生 那这个时候你给他做 他就可能就投胎的好一点的 那过了就投胎了 是吗 甚至有的达不到49节都投胎了 太幽远了 太幽远了 还有就是 但不管是任何人 或者是什么 即使他投胎没投胎 你对他 你帮他做超度 做法事还是有帮助的 就要你的祝月祝福 对他还是 如果持续性的 还是有帮助的 而我们就像这种超度胎 这边 主要是超度 还有超度一些 你吃掉的动物 比如说你吃了很多肉 肉食 你吃了猪牛羊 那些东西 那可能在生生世世 做过你亲人 或者是什么 都是大家有约才 吃来吃去的 可能那就给他做个超把了 很多女的现在堕胎 那些亡灵小孩等等 就在那做超度 其实这个超度胎 第一是超度 第二也是个祝福 四月里的超度 他就是做法事 做法会 他们就是要 很多出家人在那念经 靠念经念念念佛菩萨的力量 来帮助 还有我们的 他祝福是一样的 也是提升他的生命等级 但是你自己做的话 就要借助一些力量 如果你家里没有超度胎 没有这些超度胎 那你就念佛菩萨名号 比如那些咒语 比如说 最简单的咒语 温玛尼奔弥呼 叫六字大明咒 六字大明咒 是观世音菩萨的心咒 观世音菩萨心咒是什么 就像 观世音菩萨是他的名字 温玛尼奔弥呼 是他的心 你这样记吧 就像 就像我说 你叫什么来 大明 左叶师 我说 左叶师是你的名字 温玛尼奔弥呼 是你的心 就是这样子说 就南无关世音菩萨 是关世音菩萨的名字 温玛尼奔弥呼 是他的心 不是 是一马式 随便说一句 都可以了吗 随便说一句就可以 就是不管你觉得自己 心不安的时候 心里累的 疲惫的时候 或者心慌的时候 或者做一些事 心不安 那就念这些名号 就不断地念 心里别默念也行 大声念也行 恐惧的时候 都可以念 我回去说 我实在说 我在念什么 没关系 你心里念就行了 你不需要念出来 让老公 小孩提前老公 说你这弟弟姑姑 是不是有病了 是吧 是啊 我实在说 你心里念 慢慢你心里会有感应的 你会觉得 哎呀 很有力量 就是会帮助到你 这个都不影响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 就算是 就算你说 哎呀 也不知道有没有 看不见 摸不到这些佛菩萨 或者就算 就算有 或者就算没有 也不影响你什么 没有什么 那一有就帮到你了 是吧 所以先从这样开始 如果有时间的话 你就去关注网站 网站上的内容 然后最好是 去浏览这些东西 网上的内容 什么叫信佛 什么叫学佛 什么叫修行 还有佛教士 佛教它是从哪来的 是印度兴起的 传到中国 有两千六百多年历史了 那传到中国 它传起了很多盟派 那你跟很多人 接触的时候 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比如说有喇嘛 西藏的藏传佛教 他穿的衣服 也跟汉传佛教不一样 汉传教和尚嘛 穿的灰色的长袍 但喇嘛是穿黄色的 喇嘛呢 又分四个教 有黄教 白教 红教 花教 穿的帽子 戴的帽子也不一样 你不能说 西藏来的和尚 这就错了 就是喇嘛 西藏来的都叫喇嘛 就是叫藏传佛教 还有就是 肯定的叫和尚 就是叫出家 也叫比丘 所以女的叫比丘尼 我们叫尼公 都一样 在家里 比如说你 你去寺院来 做了佛教徒 你是在家里 带着没气头吗 你叫居士 居士 女居士 男居士 但是你现在是在我这 是拜师学习 就是你既不是男居士 也不是女居士 所以你就不需要受戒嘛 你没有受戒 你不是居士 所以你只是 帮了个老师 就在这个世界上 你找了一位老师 想学习一些东西 就是接了个约 我们俩 然后你想从我这 学东西 但是我这呢 主要是视频上的东西 你现在就看视频 将来如果有书的话 可能叠啊 书啊 少许 你帮我们做国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